大家好,欢迎收看资云园艺 有人为了让蓝草着花,常用含有激素的花肥催花 激素类花肥便宜,且首次适用后素花效果非常明显 但第二年蓝草很容易出现发根差,心渺少,且难起撞牙的情况 养蓝还得先养根,给它欧点特级撞根肥,一次喝一勺,撞根又立花 这个撞根肥由酸奶、虾壳以及豆浆熬制而成 蓝根养护有两个角度,一个是营造立于生根的生长环境 包括温度、湿度,以及它所需的养分矿物质 另一个就是从蓝菌下手,而用酸奶、虾壳便是出于养分矿物质 以及促进蓝菌生长这两个考虑 酸奶有大量的有益菌,且富含蛋白质,虾壳含有丰富的磷钾元素 当然了必须经过发酵腐熟,不然对植株有害无益 生出一堆难看的菌丝,发酵方法并不复杂 将酸奶、虾壳大致1比2混合 选择体量相近的容器装入,加入半份的红糖 最后注入8分满的清水,然后完全密封偶制 由于酸奶含有大量的菌落,加上红糖,发酵腐熟较快 得到的营养液,即是300倍再使用 养根的同时还促进蓝菌繁殖,从而增强蓝根吸肥能力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